第三百四十集 说话可不要这么绝对 叶少阳转头看着村之书说 麻烦您给我找二十只香烛 还有三床棉被 村之书还在迟疑 庄宇宁又塞了几张红漂的手里 村之书推辞了一下 笑眯眯地收下了 问叶少阳 要什么样的蜡烛和棉被 棉被要厚 多来几床一行 反正用完了还给你 蜡烛随便什么都行 村之书答应了一掌 快步离开了 过了十分钟不到 领着两个年轻人 一人抱着两床棉被回来 这一扎是我的侄子 村之书乐呵呵地说道 叶少阳让他们帮忙 把一床棉被从上到下 挂在通往卧室的门上 然后摸出七寸长钉 从上到下钉死 接着 如法抛制 把通往另一间的卧室和厨房的门 全部封死 然后抱着村之书找来的一堆蜡烛 从一个墙角开始 每隔三米左右 就插下一根在地上 这道房间的四周墙边 全部摆满了蜡烛 吴月道长看着他这么做 惊道 你这是要干什么 叶少阳不急不慢地说 茅山有一种法术 叫做萤火寻音术 可以在这种封闭的空间里 找出阴气的节点 吴月道长呆住了 悬祭哼了一声 哼 鼓弄玄虚 装菜凑声来 在他耳边说 道长 这到底是什么法说 放心吧 想要在如此狭小的空间里 寻找深埋地下的 尸体志愿 根本就是办不到的事情 吴月道长斩钉截铁地说 那 他为什么还要 煞有结实地布置这些 庄菜还是布景 吴月道长亨礼上 哼 庄先生不懂 这是一般江湖术士 管用的伎俩 靠复杂的仪式 和一些小把戏来忽悠人 先把你镇住 最后说一句对方抬墙 或者找个借口 就敷衍过去了 你也照样相信 他故意没有把声言放到嘴底 叶少阳听见了 抬头冲地笑了笑说 你这么熟悉 看来是同道中人 吴月道长胡子一吹说道 谁跟你是同道中人 叶少阳也不理他 让大家全部退到墙角 然后转身关上铁门 隔绝了最后一点光源 房间里变得一片的漆黑 村志书有点后悔 留下来看热闹了 赶紧跑到了吴月道长身边 缠着个脸说 道长啊 真要发生什么事 你要保护我们呢 吴月道长淡淡一笑 那是自然 村志书连连点头 总算找到了安全感 叶少阳摸黑 从背包里拉出了摸道 对着上面的朱砂线圈 哈了一口气 在左手里握好 右手向上甩出一张符纸 凌空燃烧起来 缓缓落下 叶少阳右手结印 口中念道 太上三清 知我道心 飞灰流转 萤火寻音 几几如零零 念咒完毕 符纸也即将烧尽 在熄灭的一瞬间 叶少阳右手变换法印 曲起了中指 在指挥上弹了一下 啥事件 火星四射 飞散出去 形成了一波法术能量 叶少阳盘膝左下 右手飞快接引 释放钢器 跟随这股力量 朝着四周扩散而去 突然间 靠近对面 左侧墙角的一根蜡烛 亮起了一束盈盈绿火 叶少阳左手扣在末斗上 向前一抖 朱砂线飞出 准确地缠在了蜡烛上 拉出了一条直线 这个时候 他身后一根蜡烛 也亮了进来 叶少阳盘膝左下 右手飞快接引 释出钢器 跟随这股力量 朝着四周扩散而去 突然间 靠近对面 左侧墙角的一根蜡烛 亮起了一束盈盈绿火 叶少阳左手扣在末斗上 向前一抖 朱砂线飞出 准确地绕在了蜡烛上 拉出了一条直线 这时候 他身后一根蜡烛 也亮了进来 叶少阳把末斗 向后一丢 绕过那根蜡烛 砸在了墙上 又弹了回来 伸手抓住 截断红线的同时 旁边又正好 有一根蜡烛 亮了进来 叶少阳把红线 再甩过去 绕过蜡烛 身后第四根蜡烛亮起 又急忙 把末斗丢了过去 拉成直线 之后蜡烛 一对对地亮了进来 叶少阳忙却不乱地 一次次扔出墨斗 缠住蜡烛 当最后一个蜡烛 亮起来的时候 整个房间变得透亮 红线交接 众人惊奇地发现 所有红线重叠的地方 居然形成了一个 一米来宽 两米来长的长方形 叶少阳从红线的间隙 走了过去 取出了四枚七寸长钉 分别钉在了长方形的四个角 长出了一口气 这是 什么意思 谢雨清走了上来 呆呆地问道 叶少阳说 长方形之内 就是尸气和鬼气之源 看这形状 应该是一口棺材 谢雨清眨巴着眼睛 你是怎么做到的 原理是什么 就是法术呗 原理说的你也不懂 叶少阳小心地 截开了朱砂线 一根根卷在了末豆上 只留下四根长钉 吴月道长凑上来 脸色很不好看地说 不可能 这长有两三米了 哪会有这么大的棺材 哪有那么大的尸体 叶少阳只顾着收朱砂线 头也不悔地说道 躲一把吗 你用的这是什么法术 我根本就没见过 光是看着热闹 谁知道是真是假 叶少阳收完了朱砂线 抬起头来 冲他笑了笑 你别说没用的 读不读 读什么 看能不能挖出棺材来 吴月道长当场乍舌了 张了半天嘴 还是没敢说出一个好字 叶少阳懒得看他一眼 转身对着村支书说 你帮我找两个身体好的小伙子 再带两把铁线过来 村支书一个普通人 还没有从他之前施展的法术 所带来的震撼中缓过神来 几乎把他当成了仙人了 听到他的吩咐 点头如捣算 急忙推开门出去了 庄宇宁凑了过来 紧张地问道 少阳哥 你说下面是棺材 棺材里又是什么 有湿气 当然是僵尸了 一听到僵尸两个字 庄宇宁的妇女都愣住了 庄宇宁吸了一口气说 为什么会有僵尸 叶少阳耸了耸肩说 就是不知道 才要挖出来看看 庄宇宁还想说什么 谢雨晴说 你就放心吧 也有小神棍在 就算挖了一只狮王 也是没关系的 吴月道长听见这一话 总算找到了一个反击的机会 哈哈大笑了起来 狮王 小姑娘 你可不要信口开河呀 你见过狮王吗 见过呀 狮王吗 见过好几次了 都让小椰子给灭了 怎么呢 谢雨晴冷笑地看着他 对你这个牛鼻子老道来说 见到狮王 只把这尿裤子了吧 都让小椰子 知道灯